很多時候人們問你小時候 作我的志願是甚麼呢 我可以告訴你確實 我很小時候我的志願是做一個警察 做警察是一個很有意義 很有正義的一個工作 也能夠令我從中拿到很多工作滿足感的工作 所以我的朋友其實在我身邊的同學 其實很多個個都知道我是 總之一畢業就是打算去加入警隊 蕭澤宜這個名字在今年6月25日之前 鮮少在公眾面前出現 最為人所知的一次 或許是在今年1月份 香港警隊發布的最新宣傳片《守城》中 誓言與恐怖分子周旋的行動總指揮官議員 但其實55歲的蕭澤宜已加入警隊超過30年 從督察到總警司再到香港警務處處長 從前線衝鋒到刑事情報再到管理同酬 出任多個不同職位 成為警察是蕭澤宜從小到大的夢想 成為一哥卻是他意料之外的事 從來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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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一哥 當然做到警務處處長 是真是一份光榮 確實當時是相對是有點突然的 不過因為基於我已經在警務處 已經做了32年的工作 我也都是非常之有信心 能夠去擔負起一個這麼大的責任 蕭澤宜的警察夢從小學時候便開始了 蕭澤宜的父親蕭漢成是一名退休警察 在與其共識的同事們眼中 蕭漢成努力正直熱愛工作很照顧同事 這些品質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蕭澤宜 父親疏禮起的榜樣也堅定了他憧憬的信念 在我小時候 我經常都相對 確實看到爸爸是很少放假的 他是很熱愛這份工作 我跟一些跟他共識的同事談過 我記得他們說過我爸爸做到最後 臨離開警隊的最後一天 他都是爭著找事來做的 他都爭著要跟一些拉回來的人拿口供 去到最後一天都是這樣 所以他對我的影響確實是很大的 在警隊高層中蕭澤宜有體能王的稱號 但這體能並非與生俱來 是在一點一滴的追夢過程中累積起來的 我當時做小孩子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提升體能呢 有時我幫家人抹車 我都嘗試拿著桶水 走了大約由我家去到泊車的地方 足足我想大概一公里 我就拿著桶水 我堅持不肯放 讀中學甚至乎大學的時候 其實一方面我自己很喜歡鍛煉體能 這個確實 那也都真的 我在臨考入警隊之前 至少一年左右 至少一年左右 我是開始 將自己的體能 盡量去提升的 那這些就是 當你有了目標 你就要向著那個目標進發 去提升自己 那我想這件事 估計論是做警察也好 做任何工作也好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 香港警察多了一重身份 多了一份眾人 一年以來 香港社會雖油亂轉制 但外部勢力依舊蠢欲動 搞亂香港的行動轉去地下化 因此身任一割後 蕭澤宜稱自己的首要工作目標 便是維護國家安全 只有維護國家安全 才能確保香港市民 安穩安全地在香港生活 實施國安法之前 我們是一個城市的警察 但是呢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已經是 肩負起維護國家安全 這個責任 這個亦都是 我想對於每一個同事來講 是一個光榮 亦都是一個驕傲 任何犯法的人 我們絕對會揭而不捨 去將他成之於法 但是對於一些守法的人 我們亦都會揭盡所能 去確保他的安全 我們每一個同事 加入警隊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初心 初心就是真是希望 維持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 以及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不忘初心 方德始終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